各位同學好 那請大家先登上我們的Moodle網頁 先大概介紹一下我們的過程網頁 好 之前的話就會放我們每週的公告 然後一些參考主代文放在這裡 那如果說呢不知道怎麼安裝RDR Studio的話呢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安裝的影片 裡面會大概介紹一下RDR Studio是什麼東西 還有它的一些介面 還有一些操作 Reference 裡面的話我放了三個連結 可以點進去看 這都是一些線上的參考資料 不用買課本 就是用這些線上的資源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R的話 你可以點進這個R的基本介紹 那這是一個就是專門R的一個網 那大家可以加它的Facebook 然後可以隨時接收R的 接收這些R的新資訊 因為隨時都會有人去 教人家說這個套件要怎麼用啊 或者是現在又有什麼新套件 對於什麼樣的問題有什麼新套陣頭去用 大家可以加入它的Facebook 那就是可以適時的update自己 對於R的一些新知識 那這個的話這邊的話 有講解一下R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些參考資料大家可以去看 好那如果說呢 OK這個R這個基本介紹看完以後呢 那你可以看這個Programming Style 還有這個Markdown教學 那我先講一下Markdown好了 Markdown的話呢是那個抄筆記的方式 寫筆記的方式 那這邊的話有教你說你這個Markdown要怎麼去做 那有空的同學也可以看一下 那你要不要用Markdown去寫你的筆記的話 就是沒有關係 就是用Markdown或不用都沒有關係 那因為有些同學會用Markdown 那就是R本身的話 它也有內建這個Markdown的功能 所以你也可以用R去寫這個Markdown 那我們平常上課的講義 我都是用這個RMarkdown去做的 好那最後一個這個 R Programming Style這個連結呢 它是教你說 一些我們在R寫程式的時候的一些習慣 就怎麼做的 但這個當然不是絕對 這只是他告訴你說這樣子做 寫出來的程式比較漂亮 譬如說他告訴你說 每次我們寫的那些script 我們會把它存成點大R的file 那我們的存出來的檔名 會用這樣子就是 用小寫字和大寫字組合 而不是下面有dash 或者用點或者用數字 但這當然是沒有關係啊 你要存什麼名字就存什麼名字嘛 對其實我覺得還好 但當然這兩種是沒辦法存的 你可以存之中或之種都沒有關係 那記得是存成點大R的file 好那下面這個的話 它就是告訴你一些 你的bearable名稱啊 還有你那些function要怎麼寫 那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你就是之後慢慢的學會就好了 你要就是下面有dash也可以啦 我自己本身都是純屏上 在下面有dash的 我反而不會純屏中有大點的 就是真的就是看你個人習慣 但當然是這樣子是最好的 就是不要引用那些dash 那另外呢還有像這樣子 我們在R裡面的話 我們會用這個箭頭 那這個箭頭其實就是等號的意思 就是把它命名為 這個句話的意思是說 我把X命名為23 然後Y命名為12 就是S423 Y是12的意思 那你用等號也是可以 反過來的方式也是可以 是比較少人這麼用而已 這樣子就是 告訴你說 反而我們通常就是用這個箭頭 這個符號反過來 就是指向這邊的這個箭頭的符號 好然後他說不要用方號 其實這也還好 因為我們平常如果用就是寫一行 一個行 表示是一件事情 那你這樣用的方號 變成兩件事情 那兩件事情的話 其實會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像樣 那樣子 一個matrix 就是變成直的 它輸出的時候會變成直的 不是橫的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試試看 另外還有就是它告訴你說 當你在寫一些加減乘書的符號的時候 前後都要去放空格 不要這樣擠在一起 那這純粹就是說你看了觀感上的問題 你這樣是不是很明顯的就知道 然後A是B加C乘以B 這個if的意思是說 如果A小於D的話呢 就做這件事情 那他說如果你擠在一起的話 就是看成像這樣子 就是擠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這完全是觀感的問題 就還有說 比如說你寫好的形式 你要讓別人用的時候 別人用這種有空格的時候 別人就看得很清楚 那這種擠在一起的時候 別人可能看不清楚 那這邊一樣也是說 我們這種寫這種括號的寫法的話 是左括號的時候是寫在上面 然後結束的那個括號的話寫到下一行 而不是說那個一開始的括號就跑到下一行 那這當然都只是一些 寫程式的Style的問題 而不是絕對要你怎麼做 這個也是 他就說我一行是一個定義 就是說Alpha是OptionA Bravo是OptionB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就變成你會看不清楚 所以原來還有OptionC 那這當然就更亂了一點 那這都是還好 如果說你今天不想要佔很多版面 然後你這些都是一些很自私化的東西的時候 你把它寫成這樣之後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自己看得懂就可以了 好那下面還有一些Organize的 這個你們之後 就是當你學會R以後 那你可以自己再慢慢看 你就知道說 要怎麼樣把你的程式碼寫得漂亮一點 讓大家都看得懂 好那回到我們的Moodle 那上課講義的部分的話就是 你可以從這邊去Download 它是資料夾 你可以把它整個下載 資料夾下 下進你的電腦裡面 然後TA課講義的話 你們當TA課開始就 那每週的上課影片都會放在這邊 作業之後也會放在這裡 那討論區的部分的話 是讓同學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張貼這邊有討論區 比如說你想要看說 有沒有哪位同學可以一起做作業啊 那你不能 你不是要去哪邊找班上的同學嗎 那你 又怕說 在座卡上 找到的不是真的同學什麼的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真同學跟你一起做作業 說真什麼 有沒有 住在 有沒有其他同學也住在台南啊 要不要一起在台南哪邊 又一起寫作業什麼都可以 這樣 好嗎?所以這個討論區主題的話 是讓同學們可以互相聯絡的方法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第一週 不是第一週 我們這一週的上課講義 好 麻煩同學download以後 就會到你的那個電腦裡面 到電腦以後把它解壓縮 以後你會發現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html的file 然後一個是這個點大r 點大r就是我剛才說的r script 那點html這個是我用rmarkdown做的筆記 好 我可以點進去rmark 我這個r的筆記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教一些基礎的r的operation 那如果你有上過一些其他的r的課 或是你有用過r有一些基礎的同學的話 那今天的課對你來說應該是太簡單了 你想要跳過也沒有關係 今天就是講那些基本的r的語法 那還沒有學過r或從來沒有寫過程式的同學的話 那今天要看仔細一點 那這裡面只要有任何一個東西是你做不出來 或者是不會做的話 都要趕快跟我聯絡 然後你趕快約時間把這些東西弄懂 好那我們就打開你的r吧 開rstudio 那我再強調一下才不會大家忘記 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同學的話 你在安裝r和rstudio的時候要用管理員的身份去安裝 好你打開r了以後呢 就是大概rstudio的話大概就是長這樣 上周的影片 講到這邊是它背後的那個console的後台 它在做執行這些程式的地方 這邊是儲存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一些可以看畫的圖啊 或裝一些套件或求救的地方 好那我們先來開一個r的script 要怎麼開呢 這個箭頭按這邊rscript 這樣打開就好了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這個空白的頁面 就有點像筆記本或記事本的概念 那你平常就在這邊寫成是寫完以後 你可以把它儲存 儲存就用按這個然後儲存點r的 對這邊就隨便你選取名字啊 比如說lecture1 然後存起來這樣子 那這邊就lecture1.r 就大r 好 然後呢 在我們開始前的話呢 有個重要的事情 嗯 這個 這個重要的事情是這個session的部分 那我們通常呢 我們下載資料以後 要到電腦嘛 那我打開rstudio以後 我通常第一步驟 我一定是去決定我的工作路徑 工作路徑的話呢 就是當你在這邊的話 它的路徑就會在你的那個 路徑就會直接指定在你剛才下載資料的那個資料夾裡面 那要怎麼去設定這個工作路徑呢 就是在這個session上面的這個set working directory 你的最後一個 這個choose directory 就是選擇你的那個 你的資料夾 那我就會選擇我們剛才下載的那個資料夾 然後我們剛才不是有這個東西和這個東西嗎 那我就會直接選擇那個資料夾 這樣子呢 好 把open以後 你看這邊 這邊下面的路徑就是我的工作路徑 它就告訴你說 欸 這是你剛才下載的那個資料夾 那如果說我檔案那些都存在這邊的話 我就可以很直接的從這邊import進來 比如說像這個點大R的話 是我們等一下晚一點要用的 那我剛才直接按下去 它就可以直接跳過來了 所以這樣子就是比較方便 它直接把你就直接把你的那個路徑先設好 然後這樣抓資料比較方便 那你除了用我剛才那個session的部分 然後去抓以外 你也可以打這個setwd 這個的話就是把它用成寫程式的方式去設定你的路徑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才那個 好 回到這個講義 好 那第一個要講的東西叫做向量 向量是什麼 向量就是我們平常看到那個vector那樣子 一行 像一行的字就是向量 那比如說那你可以把這個灰色的部分直接copy 就command c control c看你是什麼 什麼電腦 好然後趕快到我們這個雷確管的地方 貼在這邊 好那我們來解釋一下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a是一個向量 c的話是一個告訴他說是一個向量的意思 那向量裡面的就是打上這一個向量有什麼數字嗎 就是有13579故事這些數字 然後呢你可以把你的游標就是在第一行任何一個部分 按按run 它就會跑到下面去執行 然後你看這邊這邊的話是儲存 這邊就存了a 是這個13579故事這些數字 那它的形式是一個那個像 它就存成一個向量的形式 就是知道向量是什麼嗎 對 就是那個向量 好那你這邊存a4這些事情嘛 所以他現在只知道a4這些事情 那如果你要把a叫出來的話就是輸入一個a 一樣你可以就是把游標指到第二行的任何一個位置 然後按run 它就發現說a4這些數字 那你除了按run以外呢 你也可以用comment加enter 或者control加enter的方式來做run這個事情 好那我們剛才有說這個箭頭就是是的意思 a4是什麼嗎 你用等號也可以 箭頭或等號都可以 好那除了用這個樣子自己寫出那個數字以外 還有這個10點點20是什麼意思呢 10點點20的話就是它把10到20每一個數字都寫出來的意思 所以10 它出來的就會是10、11、12、13、14一直到20 相信我們也可以來試試看 比如說那我直接在這邊只寫1到5 可以出現12345 5到23好了 就5到23的意思 可以好 所以那個冒號的意思就是到的意思 好那如果你在這邊就是你沒有指定它是什麼的話 它就不會存到這邊 所以你除非把它存說 你也可以就是在這邊寫 只是這邊的東西就 你下一次使用的時候你就沒有存起來 4到b是4到8 它這樣一樣會存過來 只是說在這邊寫的話你等一下儲存 你下次再打開的時候你就會忘了說 我上次把b命名為4到8 那你要存在這邊然後儲存下來 你下次再打開你才會記得說b我是純能4到8 好 那後來另外還有這個我們用這個中括號來做指定的說印 這樣子表示什麼 我剛才C已經告訴你是向量的意思了 向量的裡面的第二個和第四個 所以它然後我又說中括號是指定 就表示說是A這組數據裡面的第二筆和第四筆的意思 可以嗎 那剛才我們A是這個13579-10 所以如果說以這個來說第二筆就是3 第四筆是7 那如果我用這一行的話 第二筆是11 第四筆是13 好我們過來這邊我們來玩玩看 我現在要第幾個和第幾個呢 我們用第2個和第4個好了 就是跑出3和7 那如果說我要2到第2筆到第4筆 1357 好記得 只要當你的這個裡面放超過一個數字的時候 你就要寫成向量的形式 那如果你只放一個數字的話 就不用寫成向量的形式 比如說我要A的第五個 這樣子它就會直接出來 你就不用用C的方式寫成向量的形式 然後就是一個數字的話 你可以直接寫 兩個數字以上的話就寫成向量的形式 那現在寫成向量裡的數字 就是輸出一筆數字這個問題 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然後從這一行向量裡面 叫出你哪幾個位置的數字 也沒有問題了 那除了輸入數字以外 那當然也可以輸入文字啊 好 那個學寫程式的第一步 不是都要寫hello world 來 我們指定hi 就是hello world 好 然後呢 hi 這就是我剛才輸入的字 那你除了用就是雙兩個這個 兩個的當帽的話 你也可以用一個的 一個的就好 有特意 2 2 2 你有看到我直接把它標起來 你直接標起來的話 按comment enter 或ctrl enter的話 它就會直接跳 就是你標出來的 執行你標出來的東西 那如果你沒有標 只是放在那一行的話 它就是執行那一行 所以這個當你記得當你是寫字的時候呢 那你要記得給它加這個引號 這個應該叫引號 雙引號或者是單引號都可以 好 然後另外再學一個叫str str str是什麼呢 是用來檢查你剛才這邊 存的東西的資料型態 所以你可以存 看檢查A的資料型態 很多是number 有六個數字 六個數字的number 你可以檢查B是什麼 B是integer整數一 然後有五個數字 因為我們B剛才是寫什麼 四到八這樣子 把它稱成integer 好然後還有high high它告訴你說是一個character chr的character 所以那個r裡面它的那些 反正都是用英文的方式去解釋 好那除了用structure 看它的那個structure是什麼以外 你也可以用class 然後你用class它就告訴你說 誒這是character 這樣可以嗎 你看 A的class就是numeric 那B當然就是integer 好那你除了像我剛才這樣子 把它上色以後 就是把它選出來以後 按command 就是按run 可以跑出來以外呢 你也可以用print print然後來看 也可以用print的方式把那個字 這樣 繳出來 好那你剛才在看 有看到我在書字的時候呢 就是它會跑出來這些 這些就是它的那些 這些程式 那你就可以 比如說你看我這樣打寫prin 我就可以直接按這個 就可以跑出來了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程式 不懂 不知道這個程式在幹嘛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問號 然後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或者直接就按下去就好 然後一樣把它run 它就會跳在這邊help的地方 就會跳出來 告訴你說誒 這個程式是什麼意思 就這樣子可以嘛 那比如說剛才print 或者是我可以help的地方 我這邊有個問號 那個搜尋你就給你請 我也可以直接在這邊搜尋 比如說搜尋STR這個 function 是在幹嘛的 這邊就會告訴你 然後我就是在看 資料的structure是什麼 好所以就是當你不懂 不知道怎麼去用這個 function 的時候 你就是去help的地方 去尋找 然後看它那個說明解釋檔 看它怎麼用 然後這邊就告訴你說usage 這邊要放什麼 這邊要放什麼 就是你的那個括號裡面 要放什麼 好那你有看到我寫的都不符合 剛才那個programming style的寫法 他說什麼都要空開來 就是空開來 看起來比較漂亮 好那就是像我說的 到底要不要這麼做 是隨便的 就是隨便的 就看你個人 如果你想跟我一樣懶的話 你就是不會喜歡 就是一直在按空 就是空白那些 但是這個箭頭的部分的話 按一下會比較漂亮 好所以這些都是 這個就是 你的寫的方法的話 那是隨便你 好那接下來還有 比如說我要看 我用這個字的長度 那我可以用lens 那我可以用lens 所以就是直接反應 lens看長度 那我可以用lens 那我可以用lens 是不是data frame 然後來 我們也可以試這個 這個 剛好 如果說當你寫錯東西 或做錯事情的話呢 R就會告訴你錯誤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錯誤 去找到說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是有點是debug的意思嘛 所以比如說像這邊的話 他錯誤幫你說 你沒有ji 那你就知道說 哦 我沒有ji 那是什麼 哦應該是hi 這樣的意思 可以嗎 好所以他這邊呢 這個的話 是不是character 是不是字 像剛剛說你是 是 那我們說還有什麼 是不是integer 是不是vector 不是 它是一個vector 是我們它的一行 那是不是numeric 不是嘛 它是字 所以它不是numeric 它不是數值型的 所以不是的話 就會導致你是false 那是的話 就是true 好 如果說我現在要輸入一些字 然後比如說來像im 然後我可以把i和am 這個可以說成ipm 那我要怎麼做呢 比如說像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有說 如果是字的話 那我們要加銀號 好 我們先是單一一個銀號 如果是單一一個銀號 它說它會把銀號裡面的 當成字 它就只會抓到i而已 後面的它就沒了 那也可以看到這邊會有一個叉叉 叉叉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你這一行的程式碼有問題 你要去檢查一下 好 那如果說就是像這樣子 你這個中 就是你的這一串字裡面的這個銀號 就是這個撇 你不要讓它被當作是指定是自串的銀號的話 你要讓它知道說 這是我的文字裡面要出現的一個撇的話 我們就是加這個斜線 好 是不是就出來了 看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沒有加這個斜線的時候呢 是跑不出來的 然後告訴你說 這是未預期的符號 所以當你看到錯誤的話 你就要去檢查到底發生什麼錯的 然後去修正它 就這邊加一個斜線 好 那我們剛才都是跑24行這一行 然後再抓TEMP1出來嘛 那如果你很懶 懶得就是一個一個去叫它的話 你可以用括號的方式 這樣子就是它會直接把TEMP1弄出來 好同樣的我們再試幾個例子 好TEMP2的話呢 我們用雙銀號 好 雙銀號的話呢 你就既然這個中間裡面是一個銀號嘛 所以就不用了 因為它是抓雙銀號啊 雙銀號裡面的智慧 所以呢這個單一一個銀號 就不會影響到它 所以如果你外面用雙銀號的話 裡面用單銀號的 就是單單的一片 所以它不會被影響到 好那如果說 就是 我現在要 裡面的字我也要銀號 欸這樣子的話怎麼辦呢 所以你一定想到 跟剛剛同理可證嘛 跟剛剛同理可證嘛 裡面要呈現出來的 裡面要呈現出來的 就是加這個斜線 欸 奇怪 怎麼沒有 斜線也跑出來了 欸像這種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要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WriteLines 好這樣子它才會正確的讀 就是當你有一行字要讀進R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WriteLines的方式 把這一行字讀進來 然後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 這邊的話 剛才說要去建立一個那個Vector Vector裡面都是字 直接把它摳到我們的 好我們現在建立一個B項量 裡面也是 這就是字母這個one two three two 好 然後來我這邊 用一個B等於等於2 這個等於等於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剛才有講 箭頭或者一個等號 都是是 就是命名 我把這個東西命名為temp one 我把這些東西命名為a 對不對 我把hello world 命名為hi 那這個不管是一個等號 或是箭頭 就是命名是的意思 那兩個呢 就是真的是 這樣講過 就是b到底哪一個b裡面哪一個真的是2 是不是只有第二個和第四個是2 你可以看 所以他告訴你第一個不是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第三個不是 第四個是 是 好今天兩個等號的話就是我們所謂的 真的是 是不是這個東西的那個意思 然後一個等號的話就是命名 幫他取個名字而已 這樣子可以嗎 好那這邊的話你應該猜得出來是什麼意思 我們剛才有說這個中括號是指定他的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呢我們要b是tue的話呢 就是他就會跑出來tue和tue 就是跑出來tue的兩個位置嘛 那tue就是2和4 所以他這邊 裡面後台他在做的就是b的第二個和第四個位置 交出來第二個和第四個就是這兩個 這樣可以嗎 可以試一次 這個意思就是這裡面他就是在跑這個嘛 false true false true 所以他知道說第二和第四是true 所以他就跑b裡面的第二個和第四個 好那如果我要抓不是的咧 不是的話要怎麼做 不是的話我們用金看號 這樣子的話你可以先跑裡面這個 可以看看如果這個 不是tue的就是第一個和第三個 所以他跑出來的就會是什麼 one three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要看是就是放兩個等號 看不是就是金看號陪上等號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命名 就把剛才我們這個指令命名為叫做tf 所以這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嘛 然後就是找tf是true的 那就是第二個和第四個 然後就是這個指令你也可以把它命名為另外一個名字 然後下面這裡面就是直接放這個指令是true的 或者是這個指令是false的 好那true或false你可以就是寫個大t或大f就可以了 就不用把全名寫出來 大t或大f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寫全名的話就是全部都要寫大寫字 好那接下來這個話是取代某位置的數字 要怎麼去取代呢 好我們過來看一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a的第三個位置要變成什麼 a的第三個位置要命名是這個2乘以a第三個位置 那後面的東西會先執行嘛 所以是原本a我們先看原本a是什麼 原本a是13579-10 所以a的第三個位置是5 那5乘以2是10 那所以我要把a的第三個位置取代成為10 就有可能你這邊發現你寫錯了 然後你要去把它取代應該是原本的2倍的意思 好然後再去看你的a是不是 就變成13107950 可以齁 好然後這邊是矩正 我們在用r的時候除了就是當你只有一行的話 我們會存成vector 那如果說你一個資料集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我們會把它用成data frame 的話我們也會把它用成像matrix 就做一些數學運算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matrix怎麼寫 然後把它命名這個matrix叫做m 那matrix的項量剛好就是直接用一個c 那matrix的話我們就是用matrix 然後來裡面放上第一行要放你的第一個格控格 放上你的資料 然後接下來是定義告訴他說 我這個行列分別要有幾個 好我們可以來這邊soft help的下面去搜尋一下matrix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邊usage的地方就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去寫這個程式 第一個的話就是放你的資料 然後你可以看下面都有告訴你說 你的資料的形態是什麼啊 你的nroll是什麼意思 nroll就是說你的roll number要多少個ncol 就是column number要幾個 然後byroll的話就是說你的資料要從roll的地方去填寫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寫byroll than false 就是說你的這個matrix這個function 它的default它內建的就是把它設定為 byroll than false 那如果你要byroll than true的話 你就要記得把它補上去說byroll than true 那如果你確定你要byroll than false的話 你就不用另外再寫 因為它那個就是它這個matrix那一件就是它的infault的意思 好那我們來看看m長怎樣 好學abcdef我的roll有三個column有兩個嘛 然後來byroll than false 所以它是從column去填滿 好就先第一個column 填abc然後再填第二個columndef 那如果我把它byroll than true加進去 byroll than true一樣寫一個大T就可以了 把m2 是不是它就從roll去填滿abcdef 這樣懂了嗎 從roll的方向去填滿和從column的方向去填滿 好那如果說我們通常常就是比如說我們要寫 做一些計算的時候我們會去設一個全0的matrix 那像這樣子就是一個全0的matrix 好這邊就告訴你說我的資料全部都是0 有沒有我剛才說第一個是第一個空格放資料嘛 然後接下來放你的roll number和column number 所以這個告訴你說roll number是3 column number是5 所以你有時候偷懶就是可以直接這樣寫數字就好 因為你就是照著它這個內建的那個順序去填寫 就不用特別去填寫 這就是一個roll3 column5的matrix 好那我這邊的意思呢 我要一個matrix 然後它裡面的資料是1到6 roll的number是2 column的number是3 然後來byroll這邊是等什麼 是false嘛 所以是從column去填滿 所以1 2 3 4 5 6 這樣可以齁 好了這邊就是我剛講說如果byroll等true的話呢 就是要這樣橫的去填滿 就是a b然後c ba 好那你除了vector mattress這些比較常見的以外 有時候你也會存成這個正列 就是比如說你有大於兩個維度三個維度以上的話 你就會存成這個正列 好那我們來看看正列怎麼寸 然後假設我這邊像有一個正列它的資料 這些的那個寫法都差不多第一行 第一個空格都是放資料然後後面放行的dimension 所以這邊dimension是3乘3乘2的意思 好所以我們出來的a長怎麼樣呢 就是3乘3 然後呢那個第三個dimension 他就把它分開來放第一個的情況和第二個的情況 那我們看就是green yellow 所以他就是這樣green yellow green yellow green yellow這樣排序下來 可以齁 所以這一樣是raw 這一樣是column 就是第三個dimension 好那那個我們vector可以做加減乘除 然後我們的matrix也能做這些加減乘除的數學運算 好那我們來學一下怎麼做這些數學運算呢 好假設我現在有一個x它是一個數量 數量呢我們把它用sequence的方式去定義它 sequence1到10 然後空兩個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要1到10 這些數字每2 每2個出來 所以它就是13579 然後每2 好這是我的數量 我們剛才已經學過 我可以看它的長度 我們用lens看 所以它的長度是5 然後我們剛才有學指定 我要x的第三個數字 所以是這個5 我要x的第四個數字7 我要x的什麼 第2個和第5個數字 所以3和9 那比如說呢 我要x不是第2個和第5個 就等於說我要1 3 4 這樣怎麼做 我可以用這樣子減掉 就是說x指定減掉第2個和第5個 它就幫你跑出第1 第3和第4的筆 那一樣如果說你單一一個的話 就是減 減掉一個就好了 x減掉第三個 1379 然後記得這個中括號裡面是放它的位置 指定它要哪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說我要從第三個到最後一個 但我如果不知道最後一個是誰的時候 我不用選 就是它的長度 但是x 這樣子就是579 可以齁 當你的數據是連續的時候 你就不用用c這樣子去 就這樣冒號這個也可以 好那我們剛剛說要做加減乘數嘛 比如說我要x的第一個 加上x的第二個 減掉x的第三個 然後呢 乘以x的第4個 x的第4個 然後 所以我們就出於x的第5個 就是它算出來 那它一樣會先做乘數 就是先乘數再加減 所以我單純就是主化的s5 我叫s5 第5個 除以3好了 就想換算 所以這個加減乘數 我不知道的話 就是一般人 還在 嗯 就是 打那些加減乘數的方法 好那你如果 你會看 比如說 嗯 s5 除以s的第三個好了 s5是多少 s的第5個是 9 s的第3個是5 所以9除以5是1.8 好那如果說 我不要那個 我要它的那個 我不要這個.8 我只要1的話 這些要怎麼做呢 是加這個 百分比 在你的除荷前面加百分比 它就會點名字 我已經忘了這叫什麼 就是沒有小數點的 那個前面的那一位 唸個數 好 那如果我用這樣子s5 然後百分比百分比x3 這樣出來的是4 好那這個4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余數 所以這個的話呢 這個是沒有小數點 沒有小數點 沒有小數點 好在你的那個程式嘛 裡面如果你要做註解 告訴人家說 欸這一段程式是什麼意思 的話我們會用緊字號 緊字號後面的東西的話 r就不會跑 r就知道說喔緊字號裡面的東西 其實只是一些文字的說明解釋 它不是你要跑的程式 它不是你要跑的程式 可以好 這邊是語數 出現語數 緊字號的那個緊字要用英文的那個 好 好那加減成熟的話 當然r裡面有一些內建的 畢竟r是那個統計軟體嘛 所以一些統計基本上的 什麼 算平均數啊 算standard deviation variance 的話這些r當然 一定都有 已經有那個內建好的寫法 好那加總的話 我們就是用sum sum 剛才我們那個s加總起來 加總是25 然後你要算平均 平均是min 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sb 變異數是variance 就是var 好這些就是基本統計的 這個r都可以 好那我們剛才有教你指定 用那個中括號了 那我們現在再教你另外一個指定的 方式叫做which which的話就是哪一個哪一個 哪一個怎麼樣哪一個怎麼樣 所以我可以which x是大於4的 然後第三筆第四筆和第五筆都是大於4x 這樣是什麼 13579嘛 就是345是大於4的 那我也可以x大於等於3好了 那你就可以再去指定 那你就可以再去指定啊 指定跟他說中括號嘛 所以那我這樣等於8 剛剛這個2345這個放進來 他就會告訴我2345是誰 就是3579 那這邊除了大於等於 也一樣小於等於 還有什麼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 我們剛才你選過是驚嘆號嘛 驚嘆號配上等號是不等於的意思 就是這個不等於 這個不等於 誰不等於3 就是第12 這邊1345比 1345比就是1579 1579 那這個東西就會是1345 好 那如果說我有兩個條件咧 我如果有兩個條件 好如果我有兩個條件的話呢 比如說我huch huch 大於4 和 就是a and b 交集 如果我要交集的話 我就是用and 那x小於等於7好了 哪一個數字大於4 和小於等於7 大於4 和小於等於7的 其實只有這兩筆數字 第三筆和第四筆 所以放進去 還有5 和7 符合我的條件 5和7 符合我的條件 好 那我還有什麼 這個是交集 and的意思 那如果我要連擊 連擊的話就是 連擊的話我們用的符號是這個 直線 這個就是連擊的意思 和b的意思 符合這個 或符合這個 那就是要符合 這兩個都要連擊 所以要大於4的 或小於等於7的 那就是每一筆都符合這個條件嘛 小於等於7的話是1357 大於4的話是什麼 579 所以統統都是 所以這個他們的加值 就是我原本的整個vector 整個資產 整個這個序列 那還有我可以去檢查說什麼東西 有沒有在這個x裡面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vector裡面有2和3 我要檢查它是不是在x裡面 的話我要用什麼方法呢 我們用in in 然後前後加那個百分比 2和3是不是在x裡面 2不是3是 這意思有沒有 但還是13579 所以2沒有在裡面 3在裡面 所以你要檢查東西 有沒有在某一個東西裡面的時候 可以用in 這個加分百分比 我這邊做一個matrix 1234 這邊又做一個matrix 1122 所以如果你寫a乘以b 它就會是裡面的元素自己乘 1乘以1是1 2乘以1是2 3乘以2是6 4乘以2是8 那我要做矩陣的那個乘法的話 就是要用這個百分比的符號下去 它會去做矩陣的乘法 好那如果我要做transpose的話 我就是用t括號a 就是transpose的結果 那我要去算反矩陣的話 我可能用sof 好那如果我要求ax等於b的解 就是用 我不是就要用這個a-1b去求x嗎 那如果我要算這個a-1b的話 我可以用sof ab它就會出現我的x 好那就是那個 如果說你有在上 線性代數線代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用r去幫你討這些 顯性代數的這些再點乘數 好那除了剛才我們講到正列 我們還有講到vector matrix 還有正列以外還有這個list list也是常常使用的 list的話因為有時候你要傳的東西 可能是你每次寫一些程式 然後存出來的東西 就是它的輸出是一筆資料 然後你要重複做100次 它就是要輸出100個資料 那這樣子如果你把它存到你的 電腦就每一筆資料 就存成一個sell 那樣的話會很麻煩 你就可以把它用list的方法 存在r裡面 每一個list裡面就是一筆資料 每個list就是一筆資料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是怎麼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list怎麼用的 list裡面的話就是每一個就是放它的那個list 所以它第一個list就是一個vector253 第二個list是一個數字21.3 第三個list的話是一個function 算平均數的function 所以當你就是看到這個兩個括號的意思的時候 它就是存成list的意思 好那你list的話 那你list的話呢 可以看到這個 它就是存成list的意思 好那你list的話 剛才我們是存成數字 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命名 第一個list我把它叫做vector vector等於什麼 第二個list我把它叫做number等於什麼 第三個list我就告訴你說它是一個function 這樣它就會出來是它的那個名字 vector number function 好剛才我們那個programming style跟你講說一行就是一件事情就好了嘛 所以就每件事情三件事情 分開放 然後list2 所以就是直接vector number function 好那這邊的用法 比如說我list1的時候 剛才是要用兩個引號嗎 所以我不是用兩個引號去把它抓出來 那在list2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用這個dollar sign dollar sign就是這個錢的符號有點像的 我的你的他的那個的的意思 所以這個list2的什麼變數 我們剛才不是有三個變數嗎 vector number或f-u-n-c 所以我就可以用list的vector 然後它就可以幫我叫出來vector的哪一行 好這樣懂了嗎 所以這個錢的符號就是的的意思 我的你的他的意思 你選擇的是list2的vector的什麼變數 vector的那個變數vector的變數就是這個253 好那另外還有這個names names就是這樣幫你抓那個 你的list2它的那些variable的名稱是什麼 所以他就告訴你這是variable的名稱是什麼 好那除了剛剛這些以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存你的資料的方式 就是你的資料除了是你的numerical的形式以外 也可以是character的形式 或者是這個factor的形式 因子的形式 那通常就是那種類別型資料 我們會把它傳成factor 好那我們這邊有一個例子 department裡面 我這裡面是這些character 就是你的你的戲劇 國貌啊金融統計統計 然後國貌 然後氣管這樣子 然後氣管這樣子 好我們要先把84J包進去 好所以它裡面就有些department 然後就是一個向量 然後向量裡面有這些字 好那我現在要我們可以看一下structure 好它就單純一個character 那我現在要告訴他說 我這時候要把指定為是類別factor 它不是單純的字串 我就把它用factor這個方式 factor 然後裡面就放我剛才那個指定的變數名稱 然後我把它去名叫做factor的 department是factor的 所以我去了一個名稱 好然後我們可以來檢測它的structure 就是它現在就是factor 然後四個labels 所以我總共其實只有四個科系 一二三和四 這四種科系而已 然後這邊就告訴你 這個factor department 是有四個labels的factor 然後這邊就會告訴你說 第三個 第一個第四 第四 第三個第四 就是哪幾個labels 就是哪幾個 就看這個banking是第1個 然後inter national business 這是第3個 然後這個是第4個 然後這個是第2個 其實就是叫英文排序 pringe line 就是這些 那這個會告訴你的 你的labels有這四個labels 它才有講 它是叫英文排序 你的banking是1 business 器官是2 然後那這個amount是3 然後就是4 N levels的话是什么 就是看说你的levels的数量 N通常就是在统计N就是数量嘛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levels的数量 所以有四个 好那我们刚才 假设说我们统计 我们知道商学院有什么八个系嘛 商学院有八个系 可是刚刚只有四个出来啊 所以有一些 就可能另外四个系的人 没有修这堂课 所以呢我没有 如果说我把我们班上的系级的话 就没有其他四个系的系级 在我的资料库里面 但是如果我要讲商学院的系级的时候 其实那八个系我都得写进去嘛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missing的 另外四个missing的也补回来 那要怎么补呢 一样我就是告诉他说我这是一个factor 我department是factor嘛 那我就直接指定告诉他说我的levels有什么 就除了刚才前面那四个levels以外 我把上下另外四个levels都补上去 所以我把新外就是把这个八个系级都补进去 所以现在有八个levels了 所以就是当你在写factor 你当你要指定这个变数是factor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levels的方式把没有在你原本里面的levels补进去 就是告诉他说我还有其他什么什么什么levels 好那这样nlevels就变成八了嘛 那下面这一个又在干嘛 一样又是factor department 就是我们刚刚这些是全名那我可以把它用成缩写 就一个是这个levels一个是levels 好反正你自己看英文字是不一样的 这边是标签嘛 这边只是这边是告诉你说你的factor有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边是你可以把它命名的标签 你可以把它命名ABCDE也可以 那我们这是一个命名的标签 这跑出来了以后呢 他就是把这个命名成IB Banking命名成bank这样子就是命名 把它取得一个缩写的名字 好那这个第五个部分是data frame 那资料做成资料框架当然是最常见的形态啦 那我们通常我们在R里面当然都是分析资料嘛 那分析你的资料当然就是data frame 那一般在统计上我们分析的资料当然都是一个 你要放到你的R里面的时候最好就是一个结构型的资料 structure的型的资料 那structure型的资料当然就是要行列分明的那样子 每一个roll是一个subject 每一个column是这个subject的变数那样子 所以我们当你在整理资料进你的R里面的时候 记得就是把它整理成这样子roll和column的这种format 所以我这边有讲每个roll是一个individual是你的观察对象 你的column的话是你的variabl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在干嘛 我这边的话我先把它拎了几个变数名称 我拎了一个名字是这些人 他们的年纪和性别我拎了这三个项目 好然后我可以去建一个data frame 我就用data frame 然后里面就放我这三个变数 好那我就把这个data frame拎出来了 好你也可以按这边 它就会跑到这边 好那我这边的话我刚才是先把变数 这个每个变数是什么都命名完以后 我才把它放到我的data frame 那你可以把这三个就是直接放在这里面就好 也可以 这个data tool的写法 所以它跑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好那这边的话又再教你一些 我们平常拿到一笔资料的时候 那我们会做的一些事情 你要先去检查看一下你的资料嘛 那假设你那个资料很大的时候 如果你整个秀出来会有点麻烦 所以你可以把它前六笔秀出来 所以呢我们要看前六笔的话 我们先用head 用head可以去看前六笔 那它的预设是六 所以如果你head 然后加那个data的名称的话 它就是秀出前六笔 因为这边只有四笔 所以它就只有看到四个 就是很多笔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你用前六个出来 好 colename的话就是看你的column names的意思 所以如果有输colename data2的话 它就会跑出来name age和gender 那它就把我把我的column names跑出来 好 然后rollnames的话 这边rollname就是1234啊 就是如果你有设定rollnames的话 它就会跑出rollnames的用法是一样的 一样就是后面加你的那个data名称 summary的话它就是显示它资料的基本资讯 那当然是数值的话 它就会是帮你 就是会算说有几个 比如说这边的话 gender 它就帮你 bemail两个 mail两个 然后年纪这边的话 就是各一个而已 然后name也是各一个 好 那如果是数值的话 它会帮你算那个 它应该要帮你算平均数 所以你会觉得它年纪不是应该是数值吗 为什么它就把它看成那个character 有点像类别型的概念 它告诉你说19出现一次 20出现一次 它把它看成integer了 好 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structure OK 它都把它看成character了 所以呢我们要去把这个edge改掉 要怎么改掉 我告诉它说它是numeric的 这个data1 然后呢我把他告诉他说 as new marriage 好 这样就好了 这样他就知道说那我的data1 我的那个data1里面的age 应该要是numeric的 然后我可以再检查一次 你那个平常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按那个你的电脑里面的那个上键 然后就可以回到你之前跑过的程式 现在是不是edge变成numeric 因为我把它指定为这个edge应该是numeric 好 那我们这样再看次summary 那是不是就帮你算平均了 就是5 number summary q1 q2 q2 q3 然后还有名和numeric 然后class的话就是看你这个资料形态 是data frame name的话 跟colonam 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改名字 刚刚原本是name age gender 你可以把它改成variable1 variable2 variable3 然后它就会改名字了 rollnames也是一样可以改名字 就是直接指定 这个资料的colonam 我要把它指定为什么 它的rollnames 我要把它指定为什么 可以变成这样子 好这个长度我们刚才讲过 从lens就是看它的长度 所以这边有9个数字 所以是9 unique的话就是看这一串数列中 它的数字有几种 unique就是读一 有几种数字 那这边其实只有4种数字 就是1234 好上面还有什么 读取外部资料 好设定工作目录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有点就是 我通常就是一打开 R我第一件事情做的 就是设定我的工作目录 我处理不同的资料嘛 所以我每次 比如说我今天要处理A这种资料 A这一笔资料的话 那我工作目录就设到A 我这样就抓A下来 然后储存东西的话 就可以直接存到这个A的资料夹 然后呢 我等一下要做B的 资料的时候 我就再把我的工作目录存到B 那我就可以直接抓资料下来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说 我抓到的是B资料 那我存东西的话 还会直接跑到那个B资料夹 这样才不会就是 造成你自己混乱啊什么的 尤其是当你很懒 每次取名字都取一样的名字的时候 比如说你每笔资料都交多Data 然后你把它交进来 所以如果你路径错了 你就不知道说你这笔到底是A资料还是B资料 还是C资料 这些都可以 或者是你直接在这边import就好 就是你对程式码还不是那么熟的时候 你用import就好了 就这边import 那如果你是CSV资料的话 就是用这个 那我通常给你买的资料都是CSV的资料 所以就用read.csv 或按这个第一格去装 好 所以这是读取资料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import 或者用read.table 或read.csv 那如果你要坏出资料的话 就是你算好的 然后你要把它存到你的电脑里面 你可以用存称csv的话 就是write.csv 要存称ts2 就是那个记事本的形式的话 就是用write.table 好 我们刚才已经教你head 是看前六笔 那你如果想看后六笔的话 是用tale 好 那这个东西刚才讲了str 就是structure 你可以看到你的资料形态 就是每个变数是什么 每个变数的形态 summary的话 通常就是列出five numbers summary names 或colornames的话 都是变数的名称class 的话就告诉你 你这是data frame 还是你这个是一个vector 好 那这些的话 都是一些其他分统计有关的 比如说可以做成table table里面就是放你的变数 你要frequency table 或者是一个变数 你要那个contingency table 就两个变数 然后算min 然后minimum maximum 算range 算abarance standard deviation cobearance 然后quantile 都可以 quantile里面就是变数 然后放说你要 你要什么quantile 就是百分之三十 到百分之七十 的位置 或者百分之九的位置 然后dimension 然后dimension 就是告诉你你 这笔资料 几个brow几个column 好那另外在r里面 我们常常会需要做 安装套件去跑一些程式 嘛 因为r是一个免费的软体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写一些 那个程式嘛 写好一些套件 然后让你直接去使用 那那些你在使用人家写的套件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先安装进来 就是安装新的这些套件进来 然后的话 我们使用个install packages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的例子会用到 那我们通常装完package的话 你要把它装 按这个install的话 就是有点像下载的概念 下载以后你要把它装进来嘛 装进来的话就是library 就是把它叫出来的意思 你还要再library 用library这个方式 去把那个套件汇入你的r 好 lapply和sapply 这个 这个是有点在写loop的 这个我们以后会教 那画图的话 最简单的话图的话 就是直接写plot 然后把你的变数名称画进去 或者用这个xyplot 那现在比较 嗯 红的方式 其实应该连python也是用这个方式的话 就是用这个gplot的方法去画 那这个我们下周教tidyverse的时候 我们会教你怎么用这个gplot 那通常你在写r的时候 你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你都直接去google 其实几乎都找得到简单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这里面有教你画gplot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网页去看一下 好 那如果说你要检查你的资料 有没有缺值的话 可以用is.na 或者这个 刚刚我们有说 金汤浩石是否定的意思嘛 所以不是complete case 有哪一个 有资料里面哪一个不是完整的 就是去检查说 有没有哪个有缺值 还有na omit 就是把na都消除掉 所以呢他就会把说 如果这个roll里面有任何的missing value 他就会把它消除掉 所以他就用这个na omit 等于说如果我这个subject 有任何一个missing value 我就会直接把这个subject 就从我的档资料里面去除 那你可以搭配去使用嘛 哪一个是na 然后这个is.na吗 是或否 然后来去找出说 哪几个位置是na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例子 所以是不是第四笔和第六笔是na 第四笔和第六笔是true 那后来他告诉你 你如果问说哪一个是的话 他就告诉你4和6 那后来把他们sum sum 他加起来就是有几个 所以有两个嘛 好 然后你算命 如果当你里面有na 就是有缺值的时候 你不能没有办法去做 运算会有错误发生 那你就必须告诉他说 你把他所有na都去除 就是用na.rm等true na remove的意思 就在命里面然后写这个na.rm 或者standard deviation variance 都可以用这个na.rm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 如果说他是na了 我就把它用命取代的意思 然后就在这个 这段话应该已经要看得懂了 这边是指定嘛 是na等处的那几个位置 我用命去取代 好那这边的话是说什么 499的那个位置 我要改成na 就是我这一行data 499的那个位置 我要改成na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gall murders的例子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例子 那你就是按一下 然后他就跳过来了嘛 好如果你打开这边的话 第一个你有看到这个吗 我要是你说你需要这个package 你还没有install 好所以我们先来安装这个package 我刚才说你可以用这个install.package 然后放上他这个名称的方式去install 或者是怎样 当你平常偷懒 就是不记得这个function 什么事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要去检查一下 你的r里面到底 有没有安装好这个package 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这边package的地方 然后按这个install 然后去搜寻 然后去搜寻 是不是就一样 是一样的东西嘛 我就帮你收了 package 然后install 然后去用 好 然后来接下来怎样 这个 你就是这样子装好了嘛 你就从这边搜 确定有没有 有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打个勾 打勾的意思就是library 就是我说要把他汇入进你的r里面 刚刚install是安装嘛 他把他转到你的r程式 里 r的软体里 那你需要把它汇入进你现在在工作的这个环境里 工作环境里 用library 好 那下一次 下一次你在开启你这个Rscript的时候 你就不用做install了这件事 你就可以直接从第二行library开始 install只要做一次 就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装install就好 你装到你的电脑了嘛 所以你之后就不用再装啦 你只要是每次要使用 用library的方法把它交出来 就汇入到你现在工作的环境里就好了 所以下一次当你又在看 你今天已经装好第一行了 下次你就从第二行开始 这样子等以后 好那这一个套件里面有一些资料集 我们今天要用这个套件里面的 这个murders的资料 好我第三行就是把这个资料叫出来 这边按一下 然后它就跳出来这笔资料的长相 它有51个observation和5个变数 我这边help的地方我可以去收这个murders 这个资料是什么 这是2010年美国的这个FBI 的那个报告 它告诉你说那个枪杀的一些资讯 然后这5个变数分别的意思 stated on to 美国每个州嘛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缩写 然后它是哪一个region 然后它的人口数多少啊 还有那个枪杀数这样的多少 total population和枪杀数多少 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你除了在这边搜寻的话 你也可以用help的方式 其实会出现就是会跳到这一个画面 好我们刚才有说class是 看什么看你的资料形态嘛 所以这个murders是一个data frame structure 的话就是去检查每一个变数的形态 这边这5个变数 前面两个是character region是一个factor 它总共有4个legios 那你只要说我这边总共有4个regions 那population和total都是number嘛 好那我们可以去叫出来murders里面的 我刚才有说dollar sign 这个钱的符号是the的意思嘛 所以murders的population 我可以把它们都叫出来 就这51个都叫出来了 还有那个names的话是call names的意思嘛 就是这笔资料的colon names 或者我用colnames写它也是一样的东西 好那刚才这个murders population的话 我如果觉得每次我都写说 这个资料得什么很麻烦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方式啊 因为有可能你这边有很多资料机嘛 所以你如果只单纯写一个population 它不知道是哪个资料的population 那你一定要指定告诉它说 我是要从murders这笔资料里面抓它这个变数出来 那当你觉得很麻烦的时候 你就是把它随便再另一个名字就好了 所以我随便把它另做pop 这样我等一下就不用写这么长 我只要写pop就好了 好这是第11行的原因 好所以我现在第12行的话 就是直接lens pop 就好了就可以知道说 我这个population murders的population它的那个lens lens有多长 就是总共有几笔数字 总共有51笔数字嘛 对我们刚才还有讲到dim dimension 所以我也可以用dimension 去看我这笔资料的dimension 就是51乘以5 51个observation和5个变数的意思嘛 好那这个class刚好我们已经检查过资料的class了 我们也可以看说我这个变数的class 所以region是一个factor嘛 总共有几个levels 四个levels我们要用nlevels 总共有四个levels 然后他们的名称分别是用这个levels去看出来 好那这边一样我有把它取名字region叫region total叫value 好那我们现在region有四个嘛 有四个region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levels的排序是North,East,South,North,Central,West 那我如果我现在要重新排序了 我想利用它们加总期 我这边的排序方法 我把它利用totalmurder的加总以后 我要把它少排到大 我就会用这个reorder的方式 我后面有记得上课解释 我要reorder我这个levels的排序呢 用什么 total number of murders 好我们可以来看 那我这样的region变成什么呢 那现在新的排序方法变成North,East,North,Central,West和South 为什么呢 好你可以看到这是它把我刚才要它的function是什么 叫它加总 所以它加总North,East总共有1400多笔 然后South有4000多笔 North,Central,188,West,199 所以小排到多 小排到多是刚好这个levels嘛 就是最少的是这个1469 然后就像1828,1911 好吧,Southverse 然后就重新帮我排序我的这个levels的顺序 好,那这个排序部分的话 通常我们会用这三种程式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是什么意思 好像假设一笔这个x像那样是这个 Rbind是把它从Row combine在一起的意思 好,我原本的x是这个293338246嘛 Sort的话呢 Sort就是单纯的排序 所以排序就是小排到大 原来的数据从小排到大是29334682嘛 那older的话 older是顺序的意思 顺序的话它就告诉你说 最小的是原来的第三笔资料 第二小的是原来的第一笔资料 原来最小的资料是第三笔 然后第一笔 再来第二笔 第五笔 第四笔 所以我们older通常会怎么用呢 我们会用这样x 然后older 我们刚才已经说中关号是指定的意思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它是不是就跟Sort的意思会变成一样了 就跟它指定它的位置 然后rank的话就是告诉你说谁最小嘛 第三笔最小 第一笔第二小 然后这个第三小 四小五小 四小五小 然后这就是我们几个 常用的盘序的这个程式码 sort order和rank 好 所以我刚才可以利用这个total去sort 我可以去sort我的total数量 所以最少两笔 最多这个一二五七笔 好那我可以去看说谁的total是二 然后说第四十六笔资料 它的total是二 它的murder数才 才是那个最小最少的嘛 才两笔 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城市啊 所以我是不是就去 那才我那个资料的state 去看到底是哪个城市 哦原来是这个城市 这个周 这个周的话呢 它只有两笔 murder 就是枪杀案而已 所以很安全 好那我一样可以用 order的方式 那我这边就把它照 从小排到大嘛 最少的到最多的 所以加州最不安全 好那我可以看看maxima totalmaxima 就是刚才我说一二五七 然后我可以用whichmax的方法去找 然后我这边把它 这个是它的缩写嘛 然后这是指定的位置 就指定的位置 找说哪个是最多的 这个是加州 好那刚刚的话我们是单纯看那个total 那你知道不能直接看total嘛 你应该要把它出于它占的比例 所以我们把它出于population 然后乘以一个比例进去 让它的那个百分比比较那么小 好然后这个round的话呢 round的话是把它 就是说写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你可以先看我们的murder rate 就有小数点很多位 这就是2.82 就很多位数 然后我可以beyond 它那个小数点位那么多 这边round 然后这个变数 2的话就是到小数点第二位 就好了 好那样我可以把它排序 OK所以现在排序出来的结果 就不一样了 最小的还是它啦 然后最多的变成这个dc了 dc最不安全 好那我可以检查说 哪些murder rate 小于0.6 有没有 我们还有这样 所以我可以然后去找 哪些小于0.6 这些地方的那个 犯罪率小于0.6 这些地方还比较安全 那我可以把他们 我用sum的话是什么 去加总说我总共有几个 小于0.6 好那后来这边来 我又把群名 如果murder的region 是west的话 我就把群名叫west 那如果小于等于0.6 我把群名叫saf 好那后来我又找了 做了一个index 是那个saf and west 就是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它要在region等于west 还有它的murder rate要小于等于0.6 那这边的话就是指定 告诉你说哪个 所以夏威夷非常的安全 又在西部安全的地方 就是夏威夷 那这边一样是指定 就是 哪一个state是Hawaii 就是 然后呢 我再放到murder rate 去看说它的murder rate 是多少 所以是0.5 14 这些就是一些指定的用法 我们看它叫做指定的用法 然后后来我们还有 可以去检查说有没有在 在这些资料里面的嘛 所以我可以用match的方法 去match 看说那我这些有没有在 我这笔资料的state里面 然后有吗 它告诉我说是第33笔 第5笔和第26笔 然后把它放到murder rate去检查 看一下说它们分别的murder rate 大概是多少 纽约是2% 然后conifornia是3% 然后面书也是5点多% 对 然后我们刚才还有讲in 这个嘛 in就是看它有没有在这个里面 那我知道台湾不是在美国里面啊 所以台湾一定不是 那纽约是嘛 所以我就故意检查这两个程式 看它是不是有在我这笔资料的step里面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是false 第二个是true 好那这就是一些R的基本的语法 如果说你连今天的东西都还没有办法跟上的话呢 那就是真的要赶快来找我 可以吗 好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堂课 谢谢各位同学 再见 böy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